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投資高雄 耗資五千萬 讓我們高雄市成為南臺灣第一個擁有 可以三滴數位這樣的一個雲層 這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今天機器人2 今天在這裡 鋼鐵人2 鋼鐵人2 能夠在這裡鎖定 我們跟全球34個國家同步 我認為這是我們高雄的驕傲 表示高雄在數位內容上的努力 跟全球是同步的 感謝我們顏董事長 真的是投資高雄 看法高雄 這一點站在高雄市政府的立場 我們真的非常感動 高雄一向是對於影音產業 我們一向都非常支持 也是最友善 不管是皮子英雄 不能沒有你 一直在高雄拍攝 也在全台灣花果 現在我看很多地方 很多國家 在皮子英雄 包括 在不能沒有你上 都給予高度的肯定 今天我們更感謝 我們的威秀影城大園板 能夠在全球鎖印 這是台灣很少有這樣的經驗 一部外國影片 選擇高雄作為鎖印的地點 這一點我們覺得已有榮源 但是我們也非常感謝 第一個首映 就邀請我們弱勢團體 慈善團體 公益團體 共襄盛極 我想對我們威秀 對我們大年百 那種正面的企業形象 愛護弱勢的企業形象 我們真的高度的肯定讚賞 真的謝謝你們 所以我們希望今天的首映能夠延滿成功 那我們也感謝今天有這麼多的貴賓 大家都一起來看高雄的進步 看高雄的發展 再次的謝謝大家 多謝麥給Lona 謝謝 今天是非常值得慶祝的日子 這個我們威秀影城 耗製了五千萬 打造的這個IMAX數位的這個影廳 那在今天呢就要開幕了 那我們在這邊也要很感謝一下 我們這個徐總這邊提供我們一個這麼好的場地 讓我們可以在高雄投資 然後再興建這個3D IMAX的影廳在這邊 這五千萬呢 我們把這影廳裡面的座位數呢 全部有一個縮減到287個 我們把全面的這個椅子 前後的距離都有加寬 所以呢 大家在除了舒適之外 更能夠享受到這個超大螢幕的包覆感 在每一個座位都可以感受到 這個螢幕的包覆 還有這個音質的效果 所以大家可以有極致的影音的享受 等一下的話 大家就可以做一個正片的享受 那我們威秀影城 除了在這一次投資五千萬 其實我們在2007年的時候 也已經投資兩千萬 為高雄的觀眾量身打造了一個 只有62個座位的go classic 頂級影廳 那這一次我們是花了五千萬 再來投資這個影廳 所以我們對高雄一定是看好的 但是呢 這個IMAX是一個數位的潮流 是一個未來電影的潮流 所以我們跟IMAX結盟之後呢 我們未來會在台灣一共要見六座的IMAX影廳 那出了台北之後呢 我們第一個來的就是高雄 所以呢 我們要高雄就是要做得更好 第一步要先來到高雄這邊 接下來呢 在IMAX這邊會推出非常多的強片 甚至華語片 也會有IMAX的這種電影在推出 które可能你要一直會吸取往 雙方隊的話 可見一路 兩千萬他以為位主電風